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在北加州湾区的围棋 哈喽 我是在伦敦诺丁球的亨利 嗨 大家好 我是在荷兰恩和芬的温帝 欢迎回到北加州邀行三人城湖单元 在今天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分享我最近生活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打完第二剂疫苗啦 我们前一次的三人城湖单元 有稍微catch up一下英国 美国 荷兰的疫情境况 那我想说既然刚打完第二剂 也跟大家分享美国这边打疫苗的流程啊 然后我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等等 我的两剂疫苗呢打的是Pfizer 美国这边因为是产地直送的关系 所以选择蛮多的 一般我们有Pfizer跟Moderna 跟Johnson & Johnson 那Pfizer跟Moderna呢是两剂的 然后Johnson & Johnson是一剂的 那这方面呢我不是很了解 所以就不乱讲了 总之是因为疫苗类型不同的关系 那Pfizer跟Moderna呢 它两剂中间呢是至少要隔21天 所以呢我其实就是三个多礼拜前 已经打了第一剂 然后最近就是打了第二剂这样 那我讲一下美国这边 预约疫苗的流程好了 基本上如果你是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啊 照护者等等的 其实很早大概一二月就可以 就已经开始打了 所以其实到二月多三月之前 在医院工作的人员 其实大概都打了 再来它第二阶段还有开放 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优先打 那还有一些它其他规定的 其他职业的人也可以先打 加州这边呢是四月开放 全部的年龄层 就大家都可以上去预约 那我们这边全面开放之后 第一季非常难预约 基本上你要不停地刷线上网站 它一跳出时间 你就要立刻点进去预约才可以 它是CDC有做一个网站 你就可以打入你的邮递区号 看看你附近有哪些 可以施打疫苗的点 它会讲说 这边还有可以预约的时段 或是没有这样 但是那个网站其实非常的不准 基本上呢 你就是只能逐一点进去 然后在那些施打点 自己的网站呢 注册之后 你才可以真的看 有哪些时段跟地点可以预约 美国这边除了医院啊 或是像健康保险提供的人啊 医疗中心之外 大部分的药局都有设疫苗施打点 那美国这边大型连锁药局不外乎就是 Walgreens啊 CVS啊 也会有像是附设在超市里面的药局 像是Safeway 像加州这边的超市 总之你就是要再上去这些 不同药局或是连锁超市药局的网站注册 然后在一罐一罐的过之后才能看到它哪些时段可以预约 有点麻烦 那加州政府呢 还有设一些大型的疫苗施打据点 像是我住的这附近呢 就有一个体育馆 所以其实选择还蛮多的 但诚如我刚刚所说的 第一季在预约的时候还是非常难 然后这个线上预约呢 你在预约第一季的时候 就会让你同时预约 21天之后 打第二季的时段 而且为了公平起见呢 同一个人一次只能预约 一个地点和一个时段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因为我现在约到了一个很远的 或是约到一个这个 我比较不偏好的时段 我抢到 我可以先book起来 然后我再去其他网站再预约 基本上是没办法的 它的验证应该是看 电话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总之它就不会让你重复的预约 不然大家都预约一大堆 然后再取消就好了 好 那我的第一季呢 是在一间很大的Walgreens 就是它算是 你可以把它想得像驱城市那样吧 然后因为可以选择的时段非常少 所以我只约到了 一个在Berkeley的Walgreens 那是什么概念呢 就你可以把它想成 我住在竹科 但是我预约到一个 基隆的疫苗施打站 对我记得那天是个 就礼拜五下午 开了一个多少车过去 路上还有点塞车 然后最重要是到了那里面之后 还等了两个小时 就是非常的傻眼 后来跟其他的朋友聊一下 他们在其他的地方打的流程 发现每个地方都有都不太一样 像我的第一季那个Walgreens 它有一个check in的地方报道站 然后会有一个人确认你的预约资料 所以它是不开放你现场排队的 然后他会当场要你填写一个 自愿施打的声明书 再去排队 那个声明书上面就会有一些 你当天的健康状况 你的自我声明 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身体不适啦 或是疑似感染的症状啦 然后那一份声明书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 他还会问一些 你有没有其他的药物过敏啊 那你有没有 最近有没有去打什么疫苗 像我填那份声明书 就填得蛮久的 因为我就要去捞出来 我之前自己有记录的 药物过敏的资料 还有因为我回台湾 在其他朋友的介绍之下 我去打了那个肺炎的疫苗吧 就另外一种肺炎的疫苗 据说可以十年的校期 所以我就跑去打了 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查 我是什么时候打的啊 然后那个疫苗的名字这样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基本资料 就像你的保险卡等等的 哦 这边补充一下 美国打疫苗是免费的 那他要你填写保险卡呢 其实也就只是问问而已 因为基本上你没有保险 也是可以打的 他并不能拒绝你 总之我在现场又先写了 那个声明书之后去排队 而且在排队的时候 有一点煎熬 那一间Walkings啊 他的排队动线 其实就是在货架之间 就在比较宽的货架之间 弄一个排队路线 一开始呢 我排在一排小熊软堂前面 排了非常久 然后我就一直看着那些小熊软堂 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买 到底要不要买 最后我还是忍住了 没买 因为觉得他实在是太大包了 而且不管他多大包 我一打开就会全部吃完 几斤挣扎之后 我还是没有买 Anyway 排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终于进去那间打的小房间 那是一位钥匙 应该是钥匙吧 来帮忙打 那他也会在口头 询问一次 今天的健康状况 然后也会说明一下 可能的副作用 Pfizer的话 副作用呢 大概是隔天会 头晕啊 头痛啊 有人会恶心 也有人会发烧 就很像 重感冒的症状那一种的 钥匙也会做 基本的胃酱 然后他会 帮你填写一张 疫苗接种卡 然后这张疫苗接种卡非常重要 虽然是包包一张纸 但是一定要好好的留下来 因为将来有可能成为你的疫苗接种护照 但我那时候有点不能理解是 为什么是钥匙现场还要花时间填写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拖了很多时间 后面才会排一个多小时 因为他那时候开放登记的时候 他是五分钟一个time slot 可是每个人进去根本就不止五分钟 所以我想这是 可能一开始开放大排成龙与长龙的原因 流程并没有规划的很好 那第二季呢 理论上他应该是要跟第一季同样一个地方 只是你在约不同时间 因为他你在约第一季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叫你直接先预约第二季的这样 但是因为第一次经验就有点不是很好 因为要开这么远 然后又排队 然后来回还要塞车 所以我们就想说怎么办 好想要换时间换地点 回家之后我就再登入了 Walgreens的网站 看有没有办法改 结果他居然要我满21天之后才能改 然后拖着拖着就过了满21天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 我去了另外一间超市叫Safeway 它的药局 它跟一个大型活动场地合作社的点 所以它其实也不是在那个超市或药局里面这样 然后重点是那个场地离我们家非常的近 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之下 我就过去碰运气了 因为本来尝试着想要上网预约 但他还是写说没有可预约的时段这样 而且那天是一个星期天下午 然后我们还去了三次 到最后一次才成功 一部分是因为很累 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是大概两点 那现场的报道处 报道处的人员就有点傻眼 他就说我们这边是一定要先预约才可以打 我们不接受walking这样 但他看着我们觉得好像很有诚意 他就说 好那你们 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再回来 四点多 因为我们今天疫苗并没有准备很多 然后我们就走了 第二次就四点多赶快再去 去了之后发现 天哪 他居然要验证件 然后我没带我的驾照 只好又开回去 不过真的是还好 因为这个点离我们家很近 要是我又开一个小时过去 发现没带驾照 不能打就崩溃了 好 总之我们又拿完驾照之后 又第三次挑战 总算进去了 然后工作人员也很开心的说 You made it 他知道我们已经跑了第三次了 那这一间呢 因为是大型的 比较大型的活动场馆 那他的工作人员也比较多 光是check-in柜台就有两个人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check-in柜台 又有两个人 然后施打的钥匙 好像是四个人吧 因为有四道排队的这样 他旁边还有设了很多位置 就让你打完 可以在那边休息 因为理论上他会建议 在那边坐15分钟再离开 以免你有立刻的过敏反应 除了人员比较多之外 他动线也设计的比较好嘛 就他基本上是one way的 就担心到你不会再 总之他进去跟出来是不同的方向 那其实在疫情之下 这是比较安全的 还有就是我刚刚有提到那个疫苗卡 前一次在Walgreens的时候 是钥匙还要现场收鞋 那就很慢很傻眼 那这一次呢 他check-in柜台里面那个呢 他就直接帮你贴了一个贴纸上去 就写说 你打的是什么疫苗啊 今天几号啊 就是这种基本资料 直接贴上去 根本就不需要写 在第二个场地就非常有很大的进步 在流程上面 然后钥匙打的时候呢 同样是他会先 一样他会先确认一下 我第一季是不是真的打Pheiser 就也是口头询问啊 再做一次喂叫 就说你隔天会不会有什么反应啊 然后如果说你有这些发烧啊 或是肌肉酸痛啊 头晕头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请我不要事先吃药 因为其实在网路上有很多人会建议说 第二季的副作用会很大 提早吃一些什么普拿疼啊 或是泰诺 泰诺是一个 台湾应该是没有 但反正就是也是很类似普拿疼的一个 美国人就会感冒 重感冒的时候会吃的那种 止痛症痛感冒药就对了 然后药师有特别提醒说 不要pre-dose 不要先吃 就由症状再吃 刚刚忘了讲 打第一季的时候是手臂有点酸 隔天手臂有点酸 然后有一点点举不起来 不举这样 可是很快就没什么感觉了 几乎是没有什么副作用 除了手臂酸 那打完第二季回家呢 当天呢是没有什么感觉 隔天的话好像是 吃完午餐之后比较有感觉 就突然间觉得头很 头很晕 然后有点头痛 因为我平常是一个不太会头痛的人 如果头痛基本上是脖子 靠近脖子后颈那边 比较像是皮肉痛 就是可能睡觉睡不好 落枕 你会就是有觉得头很痛 但并不是那种偏头痛的类型 所以就开始头晕头痛 我就想说好 那这应该就是副作用了 然后我有点怕 就是会发展成什么发烧之类 所以我下午就先吃了 那个泰诺 然后呢跟我一起打的脑弓呢 他是号称他没什么感觉 那下午就有点体力不值 他就跑去睡了一个很长的午觉 然后晚上吃完晚餐之后 我就觉得他好像体温有点高 就在我的逼迫之下 强迫良的体温 才发现 他其实发烧了 那我不知道我是因为 已经先吃了泰诺 所以没事 还是怎么样 但总之我的体温是正常 那我们还有一个室友 他后来过了两天 去打的情况 也是就是他有体温稍高 然后就比较累这样 我们吃完泰诺 然后去睡觉休息 再隔一天 就没什么症状了 我后来是那个礼拜 还是觉得有一点点累 但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感觉 只有那个手臂打疫苗的地方 就酸痛比较久 然后到现在还在 大概只有这样子 那听起来呢是 有没有副作用 其实是因人而异 有一说呢 是比较健康 免疫系统比较好的 比较年轻的人 比较容易有副作用 因为基本上就 你必须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要去对抗你打进来的疫苗 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人 也许是因为你年纪大了哦 我知道我的听众大部分都在台湾 目前可以打的疫苗大概是AZ 听说之后会有Moderna 就目前的研究呢 虽然说不同的疫苗 它能够预防的中奖的几率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Pfizer跟Moderna 他们号称 就是如果是两剂施打完 两个礼拜之后 它的预防几率是95% 意思就是说 大概只有5%的几率会得病 但是它预防重症的几率 其实是接近百分 好像是接近百分之百的吧 所以还是非常的有效 那其他的疫苗呢 目前的研究也是发现 虽然它不是 没有高到像九成那么高的预防率 但是其实也是还是会明显的 让传播的速度下降 所以呢 可能听到Podcast的听众朋友 可以考虑去打个疫苗 好 那今天疫苗的分享大概是这样 我最后再讲一个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各种方式 都在叫你赶快去打疫苗 有一些品牌也是趁机推出了促销活动 例如在台湾之前 红了一阵子的Crispy Cream甜甜圈 哦我记得那时候好疯狂哦 市医区每天都在排队 呃现在是显然是没有人在排队啦 总之Crispy Cream为了鼓励大家去打疫苗 它发起了一个行销活动 就是说呢 它在今年2021年结束之前 凭着你的疫苗接种卡 就算你只打一剂也可以哦 你每天都可以去Crispy Cream 换一个免费的原味甜甜圈 我是觉得蛮大方的啦 那其他的促销就还好 我目前查到的就是最大方的就是Crispy Cream 但是只有美国有 所以就有点遗憾 那美国听众打完疫苗可以去换个甜甜圈哦 好哦那这是我得打疫苗的经验分享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今天的三人城虎单元吧 不然顺便接一下菲利普亲王GG好了 嗯 我以为伦敦人一定要讲什么 这个沉默 我可能要先上一下维基版 没有我跟你讲 没有没有 只是那种可以分享一下舆情啊 因为像那个美国这边就 就还蛮热烈的讨论 那个菲利普亲王GG 然后就开始讨论说 哇女王不久将来应该也会GG 我们也讲了类似的东西 但是但我知道但是希望不要是在明年因为明年因为女王好像登基多久还是96岁生日有 就是有多一个ban holiday 哦 所以希望要在明年之后 可是新王登基也会吧 哦可是这样子就会少少一次价 对啊 因为很英国的那个公众价钱很少就是就是8天 好像比美国还少一天还两天吧 有这么少还可以比美国少很不简单耶 美国好像只有9天吧 嗯嗯 印象中 对然后英国是只有8天 好少哦 那你们平均的价多少 就是公司 你说公司给的价吗 公司给的价是就是全部合体之后跟台湾差不多 哦 我觉得是组成不一样就是台湾是以公共假期为主 对 就国定假日 可是英国大部分就是以你企业给员工的特休为主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刚毕业加入公司的话 好像就有20天 嗯 然后通常一般公司是会给25天 嗯 或更多这样子 然后会随年之调整 哦你们会随年之调整哦 都很多耶 应该都会吧 我们没有耶 但是不是一年多几天那种 就是maybe你可能 大部分好像是有个急剧吧 没有没有就是三年或五年 你可能会多个五天这种的 真的哦 算是OK吧 但是欧洲不是应该假期更多吗 对 可是我们就好像比较没有年资调整 因为像我们也是一进来就是 哦就是觉得 嗯 就觉得每个人需要一样多的休假 不会因为你变老需要更多 没有错 或是你可能顶多是公司你待超过10年 15年就是有一个你知道纪念性价值 可能会给你多几天 就是一两天价之类的 可那个就是看公司 哦哦 但这样对每个员工蛮公平的啊 对啊 这就让我想到之前我有看到人家在讨论说 不是一直在台湾在说什么廉价的 交通堵塞啊 要疏通啊 干嘛的 然后我真的觉得最大问题就是 就是企业的价要多一点 让大家弹性使用 而不是全部人都塞在国地价 可是因为国定价值已经很多了 那国定价值就要减少啊 看能不能做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看能不能做一些弹性的调整 比如像荷兰这边它有的调整是 荷兰北部的 假设是北部的学校的那个放假日期 就跟南部学校的放假日期不一样 可能会错开一周到两周 所以这样就会变成说他们整个全国 有点类似你放假就会分成两半 哦 因为在台湾如果你现在要把国定价值缩减 然后最爽的就是老板 老板就说国定价缩减 那我给员工价也不会增加 对 但是就是 对啊 但是除非你就同时修改劳机法吧 就是 哦 你同时修改全国的省事利益跟劳机法 这样才有意义 对啊 而且我很不 可是台湾就是我觉得很不喜欢一点 就是你如果是新人的话 你的休假就超少啊 超少 然后还要靠年资慢慢爬 我就觉得真的是超级夸张 但如果你是就不是刚进职场的 应该接下来就可以用谈的吧 也没有耶好像 不一定吧 啊 是哦 所以这是在民间企业也是不能谈的 我觉得好像也是完全是看民间企业的规定 但我们好像也没有支撑到这么的 你知道 可能要问一下支撑 对 你现在应该有了啦 就是不鼓励跳槽吧 因为就等于说你换一个公司 你可能薪资还是会变好 可是你的放假是用你在那个公司的年资 而不是你整个职场的年资在算的 嗯 我听到的也是这样耶 哦 对啊 然后我之前阵子就是录了 跟一个在新加坡刚离开的朋友录 然后他是说新加坡就是你知道各个宗教就有 然后就会变成各个宗教 每个人都要放个假 但是这样子就会变很短 香港也是啊 可是香港很失控耶 哦 因为今年比较特别 今年就是台湾放清明节跟儿童节的时候 嗯 欧洲应该是放复活节吧 刚好是同一天 然后重点是香港除了放完复活节之外 他隔天就又放佛弹节 哦 整个感觉香港就是嫁非常多 有够失控 这样他们到底也蛮好奇 他们总共大概几天假的 感觉有二三十天的公众假期 就是根据我的印象 也太多了吧 哦 因为那个朋友说新加坡的话 就变成大家都要放 但是大家都很少 就比如说那个农 就是农历过年只放两天 哦对啊 香港也是这样 香港就是可能每一种都会有 可是就是不是全部 或是不是很长的那一种 对 就是像台湾农历过年的话 可能是放到初四 应该是初四吧 按规定 或是就是规定会有五天额外的假 这样子 那可是香港好像就是也是放到初二 还是初三的就少几天 嗯 这样子也是蛮麻烦的 因为你这样如果要过节的话 变成你要请自己的假 但如果自己的假够多 感觉你就是一样可以达到弹性的 分配的这个机制 嗯 对 我是比较喜欢弹性分配啦 对啊 我觉得就是整体会是一样的吧 因为就很难差太多啊 嗯 对 因为大家都不要工作就好啦 可是我觉得有点不解释 像台湾就会有那种就是 虽然大家都很喜欢廉价 然后会有那种弹性股价那种的 可是他那个 就比如说礼拜六要上班 然后其实很多世界各国是没有上班的 比如说你股市开盘要开给谁看 嗯 就很奇怪 我觉得 哦 但是有的企业就是 这时候就会强迫员工 在同一天放一天特休这样子 哈 哈 啊 用自己的特休这样 对啊 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吧 为什么 可是我 为什么要用我自己的特休 可是反正你还是周休二日啊 就是你本来要补上班了 你这天也不用补 但是你别的假你也可以放到 有些公司的特休就是用不完的 那整个公司将要休息一天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哪些公司特休会用不完 我以前特休从来没有用不完的问题 我现在好像也没有 就是 比较传统的公司 你说那种有三 冻着二三十天这样 对啊 就这种啊 或是你够了 可是要是我一定不会这样选啊 因为通常礼拜六都很闲啊 我等于就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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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就是这也是一个想法嘛 反正你也不用来公司 就休一天假 我觉得好像也不错 哦 而且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 对啊 可能因为在那个把银行上班就觉得 可以这样多放一点也蛮好的 嗯 对啊 虽然不是真的多的 对啊 因为是你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还是是从你特休控 对 其实还是你自己的 只是大家讲好一起放 哦 好吧 刚刚是讲到 因为如果说 女王明年的过生日 可能会多一天 对 会多一天 可以讲到这我们真的很猛 对 我还想要讲一件事 就是英国的全名是 United Kingdom of England Wales and 应该是英格兰威尔斯 及苏格兰 还有北爱尔兰联合王 哦 然后这就在某些时候 你就会特别感受到 就是这真的就是一个联合王国 就是他们之前像Latant的时候 就是可能苏格兰进入封城的时间 跟英格兰进入封城的时间 可能就不一样 哦 然后或是你在 你在别的地区 就是比如说威尔斯 就会可能有一个 特殊的银行假期这样 嗯 对 就是很有趣 你就会感受到 就是不是像 就是台湾人觉得 哦 就是英国 但它就真的比较联邦 他们是联合王国 对 因为它是 就是英国的意思 就是英格兰嘛 就是我们都会讲 英格兰 可是这个国家 其实就还有别的地方 就是还有苏格兰 威尔斯跟北爱尔兰 我偷偷快速查了一下 它好像是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然后North Ireland 就这样 对然后Great Britain 就是包含苏格兰 英格兰跟威尔斯 就是右边这个岛 然后左边那个岛叫爱尔兰 哦 然后爱尔兰里面就是 有一个爱尔兰共和国跟 OK 长知识 跟那个北爱尔兰 哦对 它的中文名称应该是 大不列典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哦 所以不列典就是Britain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就是Great Britain 天啊 我们后面被笑了 到今天才知道 哈哈哈哈 哦 没有没有 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它的音译是 大不列典 是不列典 对 对因为那个 我知道他们原本是 大家是各个不同的王国啊 后来就是 对 可能 可能战败或者是 就觉得那个西瓜威大边 然后才加入的 对对对 就是苏格兰很讨厌英格兰人吗 因为就是苏格兰人好像 之前是跟英格兰打仗 然后战败啊 然后或是透过一些手段 被统计 嗯 对啊好像是什么 王室联姻之类 对对对对 后来他们觉得好吧 那也赢不过人家 那我们就加入他们好了 对对对 然后好像之前英国 不是说他要脱欧吗 嗯 然后苏格兰就说他要输赌 然后加入欧盟这样 就是有一派的人就这样 然后他们的 之前他们的国会选举 把也很有趣 就是苏格兰有一个党是 不会出现在国会的 蛤 就是他 他否认这个统治的正担性 所以他得到那个喜事 之后他不会参加 蛤 所以他们就是 选好完了就对了 对 然后然后那喜事得到之后 就是会被剩下的党 好像按照比例去分掉这样 这么奇怪 他们是一直都这样 然后党 好像苏格兰每次 还是要花钱办一个选举 然后为了 没有没有 就是只有少部分人 就是有某一派 就是比如说像台湾 可能就是台湾基金这样 就是他不小心选上了那个 中华民国的立委 然后他说 我不承认这个选举 我不是中华民国国民 然后就不去 就不去立法院 然后他的部分区席市就会分掉 就比较像是这样 哦 但是就是 就是 历史一直以来就这样 好奇妙哦 蛮神秘的 就非常有趣 哦对 那个前一集 那个Alan姐就分享法国男友 他就说其实法国人 也是还蛮羡慕 英国可以脱欧的 就是在某个层面上 欧盟就是大的国家 要照顾小的国家吧 所以大的可能就会觉得 哦 我为什么要拖着你们这些人 对 然后他们好像比较像是 就是觉得没有 失去自己主权的感觉 然后你那也知道 就是可能 那些人就 民主的发源地之类 他们就不喜欢这种感觉 不能够自己决定说事情 对啊 你要干嘛 还要 就是有些很多事就是要欧盟统一啊 对而且就是欧盟的那个统一 其实他们 那个决策还蛮算是黑箱吗 就是那几个人在决定而已 大家又看不到 嗯 哦 因为好像不是民权代表 对啊 就是各国派的代表去啊 对啊 就各国之派代表 是没有民意的自己去 对啊 所以难怪大家会不爽 对啊 然后说 哦 菲利普 新王GG 像是什么Netflix 哎 还是HBO 就有一系列那个 应该是HBO拍的吧 就一系列纪录片啊 讲什么 温莎王朝开始讲的 嗯 对啊 哦 然后他们好像很喜欢这个秦王 就是 就是在白晶汉宫前面就很多人会 悼念吗 白花束啊什么的 对啊 悼念他 然后还有他好像 那是不是有一台绿色的 Land Rover吧 然后就有人放了一台模型就在 就在前面这样子 哦 因为好像他 然后他那颜色是陆军的绿色 哦 因为他以前好像是Army吧 他不知道是哪一个 他是流亡的皇室的样子 因为最近就跟着看了他们的纪录片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好像菲利普就是之前年轻人好 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很爱乱讲话 然后 对啊 老的也很爱乱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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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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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本性一直没有变 哈哈哈哈 然后到了整体他的那个酸 酸人的语录或是那种 哈哈 对啊 哎我就觉得他很好笑欸 超失控的 哈哈哈 他真的蛮好笑的 可是我还是公关 我最近的就是 嗯 你说你说 没有可是他 他有一个讲得很好笑啊 他就说 就是告诉大家说 哎你各位知道那个 婚姻的秘诀是什么吗 就是包容 你看看女王怎样对我就知道 就整个觉得超好笑 女王怎么 比方女王很包容她是不是 对啊就是女王很包容她 所以这个婚姻到 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就是那整篇文章 是前面先讲了她很多 很失控的话 然后之后可能到比较老的时候 她讲了这句话 哦我好像有印象耶 就是大家来访问她 对于那个语录什么看法之类的 对啊对之类的 就觉得很好笑 我看到的那个是 那个纪录片 可能那一集吧 她就是着重那个 在女王的妈妈 其实多厉害 因为女王的爸爸 其实是被迫推上去 就是那个King's Beach的那个 那个王嘛 然后就 还是乔治流失 乔治乔治 对然后就说 那个其实她 生性内向之类的 然后都是因为那个Queen 努力辅佐她 把她推上去 然后比如说 在战时出访美国 然后用这种外交手段 拉拢美国人 然后后来就是美国人都很喜欢 英国皇室 这不就跟Netflix Krong是一样的剧情吗 因为就真的啊 我看的是纪录片啊 但是 这样听起来 对Netflix蛮写实的 对然后我觉得 不知道美国人 你也知道他们就 就是比较 流行文化之类的 然后那个英国皇室 他们就是一直都很喜欢 然后所有的Gossip 他们一直都很喜欢 那他们应该有热烈讨论美根啊 有啊 就是 他就来上 我华节目全美都在讨论这个啊 然后就是变成那个 大家朋友间那种 问的事情 就是 你看了那个访问了没 哇靠 这么风靡就对了 对啊 真的很风靡 所以就觉得这个 亲王GG的 那个事件就 还蛮想要聊一下的 但非常无奈 没有风靡到我本人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那个 没有在关心这件事情 不是啊 但我们就是台湾人啊 为什么 为什么会对别人的王室 有任何感情 没有就是你在那个国家 对啊你在那个国家 你总是出门 你就会看到吧 哦会看到啊 就是 哦我那天 因为他过世的时候 就是可能报纸就发了 那个黑白的照片 然后我就有一天 就是晚上走回家的时候 我就经过有人就把那照片贴在床上 窗户上 然后想说 哇靠看起来太像遗照了吧 但的确是遗照 的确是遗照啊 对啊 不是就有点可怕啊 而且对 大家会在家里 比如说 刻意挂出一个旗子之类的 悼念他吗 还是就贴遗照 我就只有看到有一户贴的那个遗照吧 但我之前好像就有看到文章就说 就是在疫情之下 嗯要送走一个大家都这么怀念的人 很难过 就很让很难过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像过去一样 国葬啊 然后大家去参与这样 嗯 哦真的耶 对啊 但是他就说 因为现在疫情也就是有限制 上离或是婚礼的人数 不能超过30个人嘛 嗯 所以就是可能过去 这些封城的时间 就是你有亲人可能离开了 就是都会经历这样 你没有办法好好跟他说在这 而且尤其王室的力量就是稳定人心 对啊 应该还是有点用的吧 有一张 我记得有一张是那个媒体是拍 因为大家就是防疫的关系嘛 所以就是有一张是英国女皇自己坐在角落 然后旁边都没有人 那个真的是看起来很 然后大家就是写得好像很可怜 对 看起来真的蛮可怜的 对 应该是真的蛮可怜的吧 可是居然可以到99岁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对啊 就是一个老奶奶 真的是老奶奶 女王比她小几岁对吧 就是 对啊 女王好像 让我来看一下明年的那个Ben Hard Day叫什么 因为可以放假说要多少 我记得是因为她生日啊 什么明年 明年叫Platinum Jubilee of Elizabeth 12th 就是她登记70周年 哇靠 哦 好久哦 对 但她也是很早就登记吧 我记得 蛮早就接 20几岁吧 嗯 她26岁 1952年的时候登记 然后她1926年出生 哦 那真的是在位很久 是4月21号 那不就是前阵子刚过 哈哈 怎么没有欢欠女王的生日 因为在那个宋州亲王 哦 4月21号 真的耶 对 就是女王要走的时候啊 她们就会有一个那个Code name 就是会有一个暗语 然后讲这个暗语就是代表女王走了 然后她们就启动所有的计划 然后这个Code name就叫London Bridge 是哦 你说女王走的是什么意思 代号代号 就是像那个美国总统会有一个 就是女王去世的时候 女王去世不是不是那个 哦不是哦 不是平常离开这个地方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 是所有历代都这样吗 还是就只有这一任 对对 没有没有 就是这一任叫London Bridge 然后 然后她就是说 London Bridge is done 就是女王故事了这样子 然后上一个 就是她的爸爸是叫 Hyper Corner 那是什么 那是哪啊 就是海德公园叫 就是不是有一个 海德公园有一个肥皂香 有没有 你就可以站在上面 就可以讲 就是那里 谁会言认字原来 对 哦哦哦哦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代号啊 就是为什么要先取好 知道 会会先讲好吧 就是这些人如果走的话 就会有一个 就需要有一个计划 然后 你要做很多事啊 就是比如说 第一步要把那个 黄氏的网站 下架 然后去 maintain 一些生病资料或什么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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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就连类是一个 啟动的代码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会啟动一个计划这样 那怎么大家都知道啊 对啊 這不是很奇怪嗎 不知道 維基百科寫的 不知道 維基百科寫的 應該也沒那麼秘密吧 原來是全世界都知道 就想說這不是應該 只要會用維基百科的人都知道 有可能 還是Chrome也會寫啊 就是Chrome裡面會不會也會講 倒置解析 我還沒看最新遺跡 所以不知道 我沒有看完 要不你看看再告訴大家 蛤 可以看一下 我很喜歡第三季之後的演員 第三季之後的演員 就是有那個 海倫娜 喔 欸 黃瓜裡面的演員 是不是有最近那個 The Father的那個女配角 The Father是誰 應該沒有人看 就是那部電影 就是那個 安東尼 霍普金斯演的那個 最近奧斯卡的電影 我知道 而且那部 那部在倫敦拍的 我本來很興奮 想說 我要迫不及待來看一下 倫敦街景什麼之類的 結果 她的場景全部都在房間裡面 那為什麼要在倫敦拍 那你有感覺到 這是一個英國的房間嗎 有有有有 就是那個 冷熱水要是分開兩邊的啊 欸沒有 她是同一個管出來 可是她是分開兩個按鈕 不是像美國 可能都是用轉的左邊右邊 啊有啦 是同一個沒錯 Olivia Coleman 嗯 我很喜歡 我也很喜歡她 她也是演技派的 蠻猛的 對啊 我覺得那個The Father可以看一下 好喔 只好等她之後上Netflix了 可以去電影院啊 美國已經去電影院了欸 我們現在呢 欸 我還真不知道我們現在能不能去電影院 我覺得美國電影院還蠻安全的 因為那個禮拜天是頒奧斯卡獎嘛 它其實是從二月演到四月了 嗯 但是就已經不行了 就趕快還是辦了 那它是通常是依照慣例全美的 嗯 我不知道有沒有全美的契約 但是那個喜滿客 嗯 就是Sinmark是會有那個奧斯卡電影周 就像上個禮拜就是每一部奧斯卡電影都是五塊錢 哦 好棒喔 對啊 然後像這個禮拜是短片周 就是其他入圍的短片這樣 所以我上個禮拜就去看了三部 哦 我想看夢想之地 哦 那我完全不想看欸 好我想 因為我想為了那個老奶奶 就是 對啊 得到最佳女配 哦 好吧我考慮一下要不要看 因為就 我覺得可能對我來說會 太誠 有點 煽情 那還是要看花樣女子 哦那個我有去看 我覺得還蠻值得看一下 就是你不要管它的那個劇情的事情 它其實 它表面上是那樣 哦我最近正在寫 呃應該說我昨天今天正在寫它的 嗯 彎影心得 哦 就一直在拖籤 對我上禮拜就看了三部 就是The Father 然後華樣女子 跟 那個 游牧人生 嗯 游牧人生竟然看了如此爭議的電影 爭議 它有爭議嗎 它沒有爭議吧 但是那個導演很爭議吧 對啊 但它導演 他是不是不怕 對啊 導演就是 欸你們有沒有看到最近的梗圖嗎 就把他跟李安放在一起 就是李安得獎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 啊他說明明就 一個台灣人 然後他們就要說 啊一個中國人得獎 然後那個趙婷得獎 他們說明明是中國人 但是沒有人報導 然後他的名字也變成靖語 超好笑 欸這可以講 當然可以講啊 有什麼好不難講的 現在都會自我 不然他已經放棄他的節目 要在中國上架 對我也是想說 我聽眾超多 就有時候某些集數 不知道什麼會突然間 報奪中國人欸 就是會有20%中國 哦 那你有觀察那幾集 是講了什麼嗎 有啊 那我不太懂欸 就是 好像欸 最近這一集 就是那個跟 珍奈特跟艾倫姐的 突然第一集有20%的中國人 還有健身那一集 健身那一集超多中國人 然後想當然了 我在 我們在中國的那五年 就是沒有中國人 哈哈哈哈 一定是被屏蔽了 哈哈哈哈 這也太好笑了 但我們在中國那個 那個還蠻好 蠻有趣的啊 嗯 對啊 我學妹給他 給他那個 嗯 中國老公聽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有趣 他們就在討論什麼 誰被請去喝茶 哈哈 哈哈哈哈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哈哈哈哈 那我來分享一個就是 我最近學習英文的小小進展 學習英文 好好啊學習英文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英文就是 非常的不好嘛 就像我小時候就覺得 Michael跟Michelle就是 同一個 哈哈哈哈 是真的很經典 對 只是因為是男生 還有Bren跟Brian 就不同的念法 對 然後還有就是所有 Brian都非常有腦 就是非常有Bren 這只是拼字有問題而已吧 對 就是可能是我大學時期的那個 學習英文的進展 就是終於發現這些事 哈哈 就是Bren跟Brian是不同的字 還有Michael跟Michelle也是不同的字 然後就是最近啊 可能是我住在英國 所以聽力有變好吧 然後我就忽然驚覺就是老外 他們不是在非常驚訝的時候 都會講Jesus Christ嗎 對 然後 對然後我才發現那個Christ 就是耶穌基督的基督 是自己講 就是C-H-R-I-S-T 對吧 對 但我之前一直以為都是 是一個跟你媽媽知道你在發廢文 或是你媽媽聽到會哭了 一樣的劇情 就是我自己一直以為是 Jesus Christ 哈哈哈哈 你說他連神都哭了 對 就是這事件實在太令人震驚了 連耶穌聽到都會哭的 哈哈哈哈 這個很有趣耶 這感覺可以做一個戲理 但是這非常合理吧 因為 就是我們翻譯是翻耶穌基督嘛 然後所有跟基督有關的字根 就是女生可能會叫Christine 或是男生叫Chris 就是都是克里斯 或是克利斯丁 所以我完全不會想到Jesus Christ 在指乎他的本名 哦 對啊 是不是 我覺得我好像也有類似的東西耶 就像剛剛突然意識到那個 不列顛 對啊 就是大不列顛 但我沒有覺得你英文不好 一直都沒有 我沒有覺得 對啊 但是不要忘字匪國啊 那就是我最近 你學習英文的小小進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好 恭喜你從Michelle Michael進展到 這個 欸我最近學到一個新字 就是Frat Boy 是什麼意思 你們知道嗎 F-R-A-T F-R-A-T Frat Boy 不知道耶這什麼 還蠻常見 好Frat Boy是 Frat是兄弟會的 的那個簡稱 然後Frat Boy就是你可以想像 就是那種會去參加兄弟會的男生 就是有錢 對 白人男性中產階級 目中無人 然後覺得他可以就是世界中心這樣 就是八卦版鄉民的等義詞 你說八卦版怎樣 鄉民的等義詞 Frat Boy 好像沒有耶我覺得好像是比較屬於 不是 就是稍微有一點自視甚高 或是就是也有點算是歪概的 另外一種說法吧 就是那些從小念私校 然後就去 就去長春藤洗個學歷 然後就回來接班 然後就去私募基金 然後華爾街的人就沆瀣一氣 大概是那些人 對 聖文 欸我沒有說喔 是你說的喔 我沒有說是聖文喔 我什麼都沒有聽到 可能就是像那個legally blunt吧 就金髮有物 它裡面那個廢物前男友 有沒有就把它甩掉 因為我最近在那個Netflix上了 然後我就 吃飯的時候配飯重看一次 是個舊片回顧的概念 對對對 南大學生聯誼會成員 欸 你在看Cambridge Dictionary 欸你也是嗎 這麼巧 對 但有些用法可能就真的是 美國那邊比較常聽到 像 應該是 對啊 如果是偏英式英文的話 欸荷蘭是不是偏英式的 我後來發現整個歐洲都在講英式英文 對啊 對啊 因為就英國比較近嘛 對 我猜啦我不知道 對啊 可是口音 口音有很英式英文嗎 我沒有覺得口音有特別英式英文嗎 喔沒有到那程度 但是 就是平字 然後還有 就是書信 對 欸那電梯耶 是講lift嗎 Lift啊 喔那那所以那個一樓兩 二樓三樓也是不一樣的 就是 Ground Floor 然後First Floor Second Floor 沒錯 喔那就是英式的耶 對啊 喔對英國的一樓是Ground 然後二樓是 First 對啊 還有那個啊我昨天傳給你的梗圖啊 那個 當英國人跟你講有關於T 他其實背後是什麼 那是什麼 好我們 我們由 亨利跟大家分享好了 然後我要再拿出手機 哈哈哈哈 好我先分享一下 就英國人不是隨時都要喝茶嗎 喝杯茶 然後他們也是覺得 招待客人是一種利益 所以他們如果問你說 Cup of Cup of Tea 嗯 可是英式英文是這樣發音嗎 嗯差不多 對 然後如果是Cup of Tea 問號 他是 就真的是在歡迎一個客人的講法 哼 然後如果他只是說 T 就是要你總的意思 就在語句之中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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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他覺得這個情況有一點 awkward 有點尷尬 然後不知道聊什麼聊破下去 只好說T 來緩解一下尷尬 要問大家要不要喝茶 喔還有一個 如果問他說 Pot of Tea 就大壺的茶 問你要不要大壺的茶 這種就是 Trying to impress in-laws 就你可能你的岳父啊 或是你的那個 老婆老公的 兄弟姐妹那種的 想要特別討好你 對對對 最後一個是說 I will make some tea 就是一個完整句 I will make some tea 就表示 現場可能有一個 可能是有 災難性的對話發生的 他想要逃離現場 然後之後環姐說 I will make some tea 鬧跑 對對對 阿找手機的是找到沒啦 找到了找到 那就是配著這個說明聽完了 Fancy a c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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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問你要不要喝杯茶 就是比如說我們兩個朋友 要一起去幹嘛 這樣他們就會說Fancy 就是Fancy a pie Fancy a cup 所以Fancy a pie 是指啤酒 對對 Pie就是 就是他們Pie就是啤酒 就是只會拿來賣啤酒 也會拿來賣酒吧 Pie是啤酒 Pie就是一瓶拓 但是這檔位就是 通常就是拿來賣啤酒而已 它不會賣別的 就是 它還有長姿勢喔 天啊 牛奶會嗎 好像牛奶也會 對 可是那荷蘭的點啤酒要怎麼 就是一杯而已 歐洲很特別 歐洲好像是賣 就是一公升半公升 或是四分之一公升 那好像是德國 比較德國式啊 然後好像西班牙也是 荷蘭好像就是直接問你要多少 我好像沒有特別注意 因為我也不是beer person 沒有啊 那你們的單位是什麼 就是 他就問你大中小 要中杯大杯 不是末 對 不是末那種 他就大中小 對 沒有像什麼pie 我還真的第一次聽到 我以為是你知道吃的那個pie 沒有沒有沒有 PINT 就我覺得台灣翻譯很常很奇怪 就是PINT 然後就是台灣就會翻品託嘛 所以你就會覺得是PINT PINT 但它是PINT 對 就是PINT 對 就是台灣翻譯這個很奇怪 喔 就像是我最近就是驚覺那個 波本威士忌 跟法國的波旁王朝就是同一個波本 嗯 喔 長知識 那他們有關係嗎 有 就是因為 有啊 因為美國早期是英國跟法國的殖民地嘛 然後它就是有一些小鎮就是以那個波旁王朝那個家族為命 就叫波本 然後其中一個 嗯嗯 就是其中一個 應該是Kentucky的波本 就是之前他們威士忌的集上帝 所以那種威士忌才會叫做波本威士忌 嗯嗯嗯嗯 然後它其實是德國移民 然後他們都在PASSIVANIA 都在那個賓州那邊 然後他們就有朝一夕就把它變成了小餅乾 迷你PREZZLE 所以現在賓州是全美最大的那個PREZZLE餅乾的生產地 80%都是賓州產的 PREZZLE是不是蝴蝶餅啊 硬硬脆脆的那個 沒錯 但是它其實原型應該是大大的麵包 就是德國那個大大的麵包 哦 因為我很不喜歡吃美式的PREZZLE 但是你會吃德國的硬麵包嗎那個 也不會 我也不喜歡吃硬麵包 所以就是你根本就不喜歡PREZZLE 那個感覺是拿來打人的吧 那個是拿來配啤酒的OK 哦 哦是是是 打人的蠻話笑的啊 那個字根啊就是我最近講 然後那個亨利說他很小時候就知道了那個字根 哪個字根 就是那個Slave啊 奴隸你知道他的字根是什麼嗎 哦對 我給你猜猜 字根是什麼Slave 對 奴隸 S-A-V-E 就是他字的起源 S-L-A-V-E 字的起源是什麼 你可以有什麼那麼的靈感嗎 就比如說波本威士忌是波旁王朝 V-E V-E Grave 跟墳墓有關嗎應該不會 沒有沒有 好我們請 是地方是不是 我們請那個 我覺得你猜不到 我們請和立王解答 好我猜不到 就是就是斯拉夫人 哦 因為斯拉夫人以前當奴 就是被當奴隸 所以 後來就是這個字就是奴隸 天啊 現在想不到吧 就是你會想說 斯拉夫人不是戰鬥民族嗎 嗯 怎麼會當奴隸 但他們 真的 就是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所以壓迫久了 反抗力道特別強 因為以前像是那個 中亞民族很強盛啊 比如說什麼 匈奴 就是土耳其人 那種 大王朝的時候 他們都抓斯拉夫人來當奴隸的 天啊好鬥知識哦 咦 我們本來說今天要錄影前 大家準備一兩個鬥知識 今天好像看起來用完了 大概是這樣 就是林老闆直接自己害 自幹幹完了 對 今天還有學到一個 就是他就在講那個 合約中有兩方 他要釐清一個責任 就是比如說 我跟你訂了約定 然後你要去幫我做一些事 然後我會付這些錢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計畫的成本 就都要由你負擔 除非發生了一些很離奇的事 然後他那個文件裡面 就在描述這個很離奇的事 就是用 像是羅馬毀滅了 蛤 蛤 就是他舉例說明就是 like Roman is ruined之類的 哦 對 就是他在描述 就是要多麼極端的情況的時候 才會是把這個責任才會歸屬於我 不是你那個承包方法 哦 你說比如說律師在跟那個雙方講說這個條文 然後我們是在極端情況他就會說 像是羅馬毀滅的時候 我們才會用到這個最終的條款這樣子嗎 不是不是他意思是說就是 比如說我是工程的承攬方 然後我要再把這個工程發包出去 然後你會幫我進行這個工程 然後我會固定付給你多少錢 那在這之後就是不論發生什麼事 都是你要負擔這個額外的成本 而不是我 但是除非在某個狀況是 雙方都無法預期發生的 就是像是羅馬毀滅的這種狀況 就是他在描述這個雙方無法預期的事情的時候 是用這個資料 這感覺只有那一份文件是這樣吧 還是都這樣 我不確定欸 但是因為他用了蠻多次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有可能是一個他們常見的用法 因為他是拿來在跟 因為他要拿著這個合約類似出來借錢或幹嘛這樣子 所以他在跟我們就是其他人說明這件事這樣 所以你說不是合約上面 是口語上面講的喔 是寫在合約上面的 不是寫在合約上面 喔不是寫在合約上面 喔OK 其實他來跟你們解釋的時候說的 對對對對對 就是他用了這個用語來解釋這樣 喔所以是個禮語 對應該是吧 我怎麼覺得好像不一定 就純粹他就是一個喜歡用這個方式去解釋 還是他就是很聰明的忽然用這個方式來解釋給我們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很聰明也很好懂 好我們等一下 真的真的蠻好懂的 我們事後再google一下 如果是的話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錄影裡面 不然我就把它解釋給 就把它解釋給 如果不是就請整段剪掉 哇 全部剪掉就沒有內容了 好可怕喔 沒有 語言鬥姿勢我好像沒有欸 喔我最近才知道 因為我一直以為那個很派 因為像是我們都有一個朋友 艾利克斯 他就是喜歡很派的女生 然後我一直以為很派是 就是那個派 呃很氣派 不是兇嗎 對我後來才想到說他其實有第二個意思欸 是很派 其實就是台語在講很派 因為我一直以為就是那個匪屈用語之類的 就在講 講說 呃一個人什麼很氣派很囂張啊這種的 蛤我以為是脾氣很壞的 對對對就是這種意思 然後我後來才想到說 也有可能是那個 台語就很派 說派喔這種的 嗯 假派 對假派 那你確定他沒有在其他的意思嗎 比如說 因為日文的歐派又是另外一個意思喔 歐派什麼意思 欸 是胸肌的意思 對 欸 林老闆講得很含蓄 你說那個道歉是需要露出來的那個嗎 對 所以你覺得他的派不是只他喜歡 應該不是吧 根據我們對我們真會朋友的了解 應該就只是喜歡長得臉很臭的女生 喔 對 原來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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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